今天的故事发生在瓦尔盖罗的一个肚肚鸟群里 许许多多的鸟蛋将在今天被孵化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但也有例外 比如这个 哎 我怎么一出生就这个样子啊 好丑啊 嗨小伯们 我是小浪 本期变形季给大家的生物是 丑小鸭 啊呸 是丑小肚肚鸟 你们看 咱们这个身形 这个耳朵 是不是丑得离谱啊 反正就很丑就对了 不止如此啊 比比普通肚肚鸟 我这个身体大的离谱啊 因此 我的族人都对我充满了嫌隙 小浪你也太丑了 哎 你去那边玩会吧 我要吃饭了 你在这里我吃不下去 小浪 你是我见过最丑的肚肚鸟了 算了 丑鸟好养活 就算你长这个样子 我们也不会嫌弃你的 看到没 怕啥来啥 什么不会嫌弃我 你们的样子 明明就是超级嫌弃的好吗 虽然咱们长得丑吧 但咱们总共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比如这个爪子 我的攻击手段是 跳起来用爪丝进行踢击 嘿 厉不厉害 现在再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的厉害 踢 可恶 没踢中 再来 我去 还没中 这个老乌龟太矮了 我跳起来直接踢不到它了 啊这 算了 打不了乌龟 咱们就去找三脚龙的麻烦 来吧三脚龙 让你瞧瞧 我的厉害 我踢 嘿嘿 直接轻轻松松给踢死了 太强了吧 这还没完 我这个翅膀别看小 飞咱们不会 但是滑翔还是戳戳有余的 起飞 帅不帅 哇小狼你也太厉害了 有你在我们古时 就会特别的安全 虽然你长得丑 哎呀 我知道我长得丑了 你们不要再说了 对了小浪 咱们嘟嘟鸟一族的蛋 总是莫名其妙就消失 你去调查一下吧 好好好 我会留意这样的 嘿嘿嘿 看来我的嘟嘟鸟养殖中心 还是运营得很不错的呀 这些嘟嘟鸟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被圈养的 而我偷偷拿走的这些蛋 也将是最完美的实验品 我已经弄明白了 嘟嘟鸟变成嘟嘟霸王龙园里了 如果将这项成果 成功用在这个兽人身上 嘿嘿嘿 啊 艳阳天 那个风光好 红的花是绿的草 哎 哇 已经在这个草原 巡逻了好几圈了 愣是一点偷蛋贼的影子 都没看到 误好了小浪 有一个巨大的哥布林 来攻击我们了 我去 这是什么 这么巨大的哥布林 哥布林不是挨角的生物吗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大的个体 不行 我不能继续让它 伤害我族人了 我跟你拼了 他伤害太高了 我不行了 虽然我马上就要到成年期了 可是面对这么强大的生物 我成年期也打不过呀 那你就长大吧 儿子 先看正事 这个可恶的变异哥布林 赶来这里捣乱 就让你尝一下我的本事吧 直接开大 刮死你个丑八怪 他在我丰盛里面内不断的哀嚎 这真是实力差距巨大呀 再来个吐息 起飞吧你 趁机咬两口 最后一击 战斗结束 哈哈 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呀 好了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就是本期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了 大家还请看浪哥 我是沐苦龙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